天選之人的范棋斐確診了 那今天就有凱莉來代班 范姊你康復回來後記得要請我回營料喔 大家看過空服員當眾脫衣服罵 聽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但我說的是脫防護衣 有個從國外回來的中國網友說 他上機的時候呢 空服員還穿著全套的隔離衣 棋斐以後一段時間就把隔離衣給脫了 原來是8號12點剛過 中國正式解除入境限制 機上也不用再防疫了 他說自己就在高空中經歷了解禁那一刻 嚴格防疫時代就這樣輕輕的結束了 感覺超不真實 在中國開國門後呢 像他一樣記著回家的人非常多 悶了三年記著想出國的人更多 不過各國的做法是什麼 怎麼防疫呢 大家好是代班的凱莉 歡迎收看范棋飛的today看世界 這就要看你想要去的是哪裡 如果你想要去美國加拿大法國日本 有的得在上機前先篩一次 落地時附上隱形證明 有的是落地後篩 確診就直接送去隔離 歐盟則是鼓勵成員國隨機篩檢來自中國的乘客 但要不要做呢 由各國各自決定 韓國呢是宣布這個月暫時停發中國遊客的短期簽證 中國一直來以清零為傲 現在被人家當作病毒 當然是很氣 昨天呢就一口氣暫停簽發韓國日本公民的短期簽證 說要等這些國家改變歧視性政策之後再決定要怎麼做 東南亞國家大多都強調這個一視同仁 其中最熱情的大概就是泰國了 而且為了中克政策發家萬了好幾次 原本5號宣布 第一不管從哪裡來 只要入境泰國全部都得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第二中國香港澳門跟印度來的遊客一定要保醫療線 而且理賠範圍要涵蓋新外肺炎 9號就要上路 新規定從宣布到執行只有短短4天 許多歐美旅行社都抗議怎麼不早講 一堆沒打疫苗的旅客已經買行程了 現在吵著要退錢 還取消了約1000個房間 害他們損失慘重 普及道旅遊局也上書中央 認為這樣有可能會把遊客都嚇跑了 9號當天第一批班機就從廈門來了 泰國這邊就派了三個部長去接機 其中一個就是公共衛生部長阿努婷 他送完遊客小禮物後就突然宣布 這個不用看疫苗接種證明了 而且就算一劑疫苗都沒打 也可以入境 很多人就傻眼是在耍人嗎 但阿努婷的理由是 泰國人都打過疫苗了 隔天又繼續訪還限制 說港澳出發的遊客也不用買醫療鞋了 不僅是入境管制寬 防疫限制也很鬆散 遊客就算確診了也只是建議戴口罩 盡量留在房內就好了 說到底這一切都是為了經濟 第一 這些人三年沒出國了 一解禁一定是能搶到機票就飛 泰國當局就預估 遊客數量會比預期來的多很多 這個月至少6萬人入境 今年一整年應該不會少於700萬人 泰國民航局還說 已經跟中國的航空公司談好 平均每個月有300個中泰航班 相當於每天10班 第二 都出國了還不買爆的這個消費力 在疫情前中國遊客佔總遊客數約三成 每人在泰國逗留5到7天 期間一人均消費約25000到5萬泰銖 一年可為泰國創造超過5000億泰銖的收入 而且疫情爆發前中國遊客在泰國的消費金額 每年都以10%到15%的成長 第三 旅遊收益可以補足其他產業的不足 專家預估 泰國主要的貿易夥伴如歐盟 已經面臨經濟尾縮的風險 可能影響出口業 旅遊復蘇正好可以填這個缺口 泰國財務部長就有說 受惠於旅遊業重啟 2023年的經濟成長 有望從去年的3.1% 變成今年的3.8% 不只泰國 東協國家大多都願意為了經濟迎接中客 印尼表示中國遊客只要能出示疫苗證明 而且沒有發燒就可以入境 馬來西亞也說 雖然為了防疫 幫中國遊客開了專屬通關 但還是要賺中客的觀光財 越南則是對自己的免疫力很有信心 專家指出 18歲以上的人超過8成 有接種2劑以上的疫苗 胡志明市所做的調查 也顯示有98%的受試者 已經感染過 而且有抗體不至於大爆發 外交家指出 中國是東協十國最大的遊客來源 疫情爆發前到訪東協的旅客 大概是3200萬人 佔遊客總數的四分之一 貢獻東協地區八分之一的經濟活動 但中國一封鎖人數馬上就掉到400萬人 去年11月荷蘭國際集團的報告就指出 缺了中國遊客 亞太旅遊很難全面恢復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放心 從目前韓國台灣的入境確診數字可以看出 平均每5個中國遊客至少一個人確診 泰國珠拉龍宮大學的專家 提拉就說 他預估15%到20%可能需要接受治療 泰國應該要注意醫療資源枯竭的問題 如果大量確診者入境 可能會引發另一波疫情 還會壓縮到其他病患的資源 他還指出某些地區 連醫師在院內確診 都很難拿到瑞德西維等藥物 泰國的抗病毒藥物庫存不足 但提拉最擔心的是 這個中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 就有放棋清零 放任病毒在國內流竄 變成煉股場 可能又會煉出什麼更厲害的變種病毒 他建議政府在遊客下機時全部快篩 確診著馬上隔離治療 也有專家建議政府還是要抽樣篩檢乘客 及時發現變種病毒才能及時應對 目前泰國的做法跟歐盟一樣 用檢測飛機廢水偵測病毒 也就是收集中國入境班機的廁所廢水 送到實驗室檢測 如果發現病毒就做基因定序 半島電視台指出這麼做 雖然沒有辦法阻止病毒傳播 但有三個好處 第一可以大概知道中國疫情的蔓延程度 專家就說 這個中國疫情一向不透明 檢測飛水就能知道大概幾成的遊客確診 推估中國境內的情況 第二可以檢測是否出現變異株 以及傳染速度回報給WHO 第三執行起來比較簡單 也不具侵入性 比較不會被中國扣上歧視的帽子報復 所以到底是歐美版的嚴格篩檢 還是東南亞版的做法比較對呢 國際工業專家溫靈眼投書華友指出 各國應該要認清入境檢測到底是在防什麼 現在已經不是疫情出奇了 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有確診者所以要防 檢測的目標應該要專注在大量感染所產生的新變種 所以檢測飛機廢水雖然不夠全面 但是泰國歐盟這樣已經算是不錯的做法 他認為美國目前的政策有可能是美中競爭下的政治考量 我雖然覺得他說的有道理 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想 要不是中國數據一直以來都不透明 大家也不用防成這樣 一直到昨天喔 當局還宣布北京跟好幾個省份的高峰期已過 感染人數正在降低 但是以各國過去的經驗來講 高峰至少要維持一到三個月才會下降 很難想像剛解除禁令不到一個月就結束高峰 你覺得對於中國入境的班機 應該要A 比較美國等國家要求上機前篩檢 還是B 下機裁檢 還是C 都不測 今天非常感謝林氏璧孔醫師和Frank協助申告 你如果喜歡這個節目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也可以訂閱LINE TODAY的官方帳號 他就會每天把重要新聞 包括這個節目推送到你的手機裡 萬一錯過了到LINE TODAY的國際欄目裡 就我們所有的報導 泛奇北的TODAY看世界 天天為你精選一則國際話題 帶你快速瞄懂世界大勢 我們明天見